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中 幸福的关系是一种最宝贵的财富 对于我们女性朋友来说 建立幸福关系不只能够带来情感上的满足 还能够为我们的人生带来更多的光彩 在这里我会跟你分享几个 就是幸福关系的小秘诀 来创造幸福的人际关系 第一点就是要很真诚的沟通 幸福关系建立在很真诚的沟通上面 那我们女性们在拼事业跟家庭拼重的时候 要学会与伴侣家人朋友保持良好的沟通 分享我们皮脂的想法感受和需求 能够让我们大家都能够面对生活的挑战 第二点就是要尊重与包容 尊重是建构幸福关系最重要的基石 不管是伴侣还是家人都要学会尊重对方的个人空间和选择 包容彼此的不同 不要企图改变对方 而是要接纳大家的不同的地方的独特性 那第三呢就是要有共同的兴趣 共同的兴趣跟爱好呢 能够增进我们的人际关系跟亲近感 那我们能够一起大家来探索发展一同的一样的爱好与兴趣 那我们也可以跟我们的伴侣来尝试新的事物 或者是跟朋友分享我们的喜好 来增加共鸣跟活动 第四呢就是我们要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时间 在我们大家忙忙碌碌的生活里面呢 不要忘记抽空来陪你最重要的人 无论是陪你的家人还是陪你的朋友 时间好好的珍惜你们的时间 能够让我们大家的关系更加的紧密 也是传达爱的一种方式 那第五个呢就是要有信任跟支持 在幸福的关系里面呢 信任跟支持是不可以缺少的 跟我们的伴侣共同成长互相的鼓励 共同的实现梦想 还有跟我们的家人跟朋友们 来陪是分享的成功跟困难 来创造一个支持 positive跟harmonic的环境给大家 那第六个呢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一定要善待自己 在建立幸福关系的同时 一定要记得善待自己 为我们自己好好的充电 能够好好的爱自己的身体跟心灵 你才能够更好更加投入的 更多给予身边的人 有更多的给予你身边的人 那幸福的关系是我们人生里面 最重要的财富 它能够为我们带来一种安心 喜悦跟满足感 那建立幸福关系呢 我们能够通过真实的沟通 尊重的包容 有共同的兴趣 珍惜大家的时间 信任跟支持 跟善待你自己 如果你跟着以上的这一些tips 那你就可以 就是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学习 更加充实有意义的幸福关系 为我们的人生的旅途 添加更美好的色彩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请点个赞